玉里镇救国团在玉里镇老人会举办了 福若宋爱传爱台湾岁末年终公益活动 由会长曾伟政及总干事温瑞轩带领所有义工伙伴 先把玉里镇正面广场四周环境例行性的打扫干净 接着前往附近小农的果菜园区展开关怀小农的行动 也透过协助小农行销当地的蔬果 玉里镇救国团在玉里镇老人会办理 福若宋爱传爱台湾岁末年终公益活动 由玉里镇救国团会长曾伟政以及温瑞生总干事带领所有义工伙伴 先将玉里镇的正面广场四周环境例行性的打扫干净 接着前往附近小农的果菜园区展开关怀小农行动 透过协助小农行销当地蔬果助力当地农民增加收益 而这一次活动结合玉里镇名代表罗士权 共同推动自种毫米的计划 以支持当地农业发展 这场福若宋爱传爱台湾的公益嘉年华会成为 岁末最令人振奋的社区爱心活动 激励着更多人共同参与关怀社会 携手营造更美好的未来 记者高松双语镇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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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